大家好,我是毛喵哥 前段时间清明节 由于我自己去了我老婆他们老家 我父母他们 我就不能够送他们回老家了 所以在顺风车平台上面 就跟他们约了一个顺风车 坐顺风车回去 说实话,现在这个顺风车确实挺方便的 我自己一般去市里面 有时候如果不是很急的话 我也愿意有个顺风车 一个确实价格实惠 二一个避免在市里面停车的反倒和尴尬 对不对,还是很方便 但是我这一次约了这个当中 在出发之前,师傅跟我联系了 他就问我能不能把这个单取消了 我再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零头给我抹掉 让我直接这个转给他 所以今天呢,描决就来讲一下 为什么司机要这么干 以及这中间的风险 首先呢,司机为什么要这么去干呢 是由于顺风车平台 其实它是要抽成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平台的抽成 你也想一台车子这个一个人 多20,一台车子多4个人 那么这一趟我就可以多赚这个80块钱 对不对 所以司机肯定是觉得这个人是更划算的 但是呢,这里面潜传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很多朋友就忽视了 由于我们做顺风车的时候 如果你在平台上下单的话 你在下单的费用里面 除了有平台抽成之外 还有一份意外保险 也就是交通意外险 平台的这个保额比我们自己平时开车的时候 买的这种价钱显得保额甚至都要高一些 所以呢,你也是在平台上约了这个顺风车 但是等你到了之后你又把这个单取决了 你又跟司机私下的交易了 那么就意味着你把这个平台上这份保险丢掉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搭乘司机的车所有的行为都跟平台没关系 你们是属于这个私下的这个交易行为 而这个保险的话 那么就只看顺风车这个司机 他的车有没有买下乘险这么一个险种 而且呢,即使买了 说实话很多人意外显得他的保额都买的比较低 基本上就是10万块钱以下 所以说要是真的要发现交通事故的话 后续的理赔扯几批来其实很麻烦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角度说 苗哥是非常不建议抛开平台 我们去私下的交易 虽然说司机确实可以得到的实惠 但是与你而言花了同样的价格 但是你得到了的这个保障 却比平台这边会少很多 第三一点呢,就是监管机制 如果你通过平台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至少你后续还有一个评价机制 还有一个投诉机制 对不对 假如说你不通过平台 到最后你们这个把平台再当取决了 然后你们这个又私下交易了 那么就有可能比如说这个顺风的司机 他跑到这个中途跟你说 都是跑到高速啊 高速费用太贵了 你可能需要加点高速费啊什么的 但凡中间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基本上就只能你们自行协商 自行解决 而且解决起来会很麻烦 如果说你通过这些平台去做的话呢 至少有一个平台方 它有一个监管方 那么对于这个你而言 你的这个保障确实会先都会多一点 由于现在呢 我们这个汽车普及率越来越高 很多这个私下车其实闲着率也很高 我们出门有时候没地方停车啊 或者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开车 觉得不划算啊 其实约过顺风车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在搭乘顺风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尤其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搭乘顺风车 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不愉快 比如发生交通事故啊 或者受到一些伤害啊 如果有份保障的话 自己确实先都会放心一些 如果什么保障了 没有真要发生事故的时候 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假如说我们自己开车出去 也想接一个顺风车的单子啊 分担一下邮费的话 那么喵哥也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这个取消单子的实际下来交易 因为这样的话 真要发生点交通事故什么的 保障公司要聚赔的话 你还得同情去可能扯皮 会劳神分离 你也会很麻烦 好了 希望喵哥的这次经历 能够给大家一些借鉴 希望喵哥的善业的提醒 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实在 给喵哥点个上 别的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